麻辣爆香以後先炒基底比較多的生死 那第一次是 麻辣不堅持 所以這樣稍微炒在以後再炒 這個效果一定要從吃的肉 用到泡生純進去把它炒 吃的要拿水的時候趕快加入滴酒 你不用用水喔 麻油雞美味的關鍵 這就在於麻油跟雞油混合在一起 然後它本身就會起一些化學作用在這個水面上 也就是我們把剛剛的雞腿肉加進去 湯滾了以後我們就關火了 讓時間讓它那個油跟酒的味道混合在一起 就是讓時間來料理它就好 最後會得到一鍋 幾乎雞油跟麻油還有酒精都混合在一起的黃金湯 這點油 是非常好的那個 就是把上的油全部刮掉以後 下面就是全部這樣 就是雞湯丼 就是追你了其湯丼 清爽可餓的丼 就是生 jaws… 淋淋 paste 多ops 細摟